新媒体新时代中天跨界演出 南加美国文化更新机构将世界各地爱心人士所捐出的上款 送交给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 而这笔款项也将会帮助大陆偏远地区的贫困学生使用 让他们得以完成学业 美国文化更新机构把三星人士捐出的七万八千三十美元的支票 送到中领馆 让爱心捐款帮助在云南省特平地区金平县以及玛丽坡县 资助贫困学生上学费用 使他们完成学业改善生活以及经济环境 这个捐款我们是用于云南省玛丽坡县和云南省金平县 这两个县是外交部对口的湖平县 这些年来我们海外侨胞 为这两个县捐款不少资金和物资 当然包括我们文庚 文庚这些年来一直在支持这个项目 也给我们外交部湖平办捐了不少这方面的钱 这些现款 这是代表他们的爱心 所以我们呢 刚才我跟他们说了 我们会保证把这笔现款用好 通过外交部的湖平办 外交部湖平办专门有一个班子 来是负责海外侨胞和海外的一些机构 为我们外交部两个湖平县的 这个捐款负责落实 包括一直在追踪这个现款的落实 现款的使用 我们都会一个一个落实好 文庚里士谈到他们在中国汶川大地震后 前往震灾的情况 心情还是显得非常沉痛 不过事件经过四年后 看到当地居民得以重新建立家园 最开心的莫过是这些背后默默付出的职工们 我们在中国去看那些学生的时候 觉得他们真的好可怜 就跟外交部合作 外交部就介绍了云南的马里坡县跟金平县 我们参观的那个地方看到那些学生实在是很贫困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以后就筹款 帮助那些学生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筹款帮助那些学生 我们已经记住了 差不多已经上千的学生念书了 美国文庚表示他们过去16年来 在广西云南等地展开资助贫困学生以及教师 兴建学校跟农村基本教育工作 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 便展开对四川灾民的心灵重建工作 让创伤后的幸存者早日康复 重新规划新的人生 中文电视采访报导